看完不秀 我到了一次 你懂呢 小姐姐 什么东西看不见 但是摸得到 但一旦摸不到 会吓你一跳呢 卖博吗 为什么 因为你摸不到 它不就证明你挂了吗 那什么东西 新的跟旧的一样装人喜欢的 钱呢 哎呀 那什么事情 你能做 我能做 大家都能做 我一个人能做 但是两个人不能一起做呢 做梦呗 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说 爸爸的弟弟的表姐的表弟的爸爸跟你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 你是啥 是你家亲戚啊 小姐姐 桌上有五只苍蝇打死了一只 还剩下几只 一只啊 为什么 因为其他都会走了 就剩下你打死的那种 哈哈哈哈 那我再问你啊 什么人从小就称王 姓王的人啊 哈哈哈哈 那我也问你吧 嗯 一只猴子在树上摘菠萝 嗯 它一分钟摘一个 那十分钟它能摘几个呢 你真的我傻呀 十个呀 你就是傻 你在菠萝长树上呀 哈哈哈哈 菠萝不是长地上的吗 哈哈哈哈 传说有一个王大爷啊 可以边刷眼啊 边吹口哨 请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有两个嘴 哈哈哈哈 错 因为他刷的是假牙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姐姐 你看过西游记吗 看过啊 那你知不知道西游记里面 谁的个子最高 是母空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齐天大圣啊 他跟天一样高 哎呀 哈哈哈哈 那西游记里面 谁的肉最好吃 肯定是唐僧肉啊 哈哈哈哈 那如果肉涨价了 西游记里面谁最亏呢 白骨筋啊 因为他没有肉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也问你一个 关于西游记里面的问题吧 好啊 西游记里面谁最厉害 孙悟空啊 不对是吴承二 为什么 因为西游记是他写的呀 他想要谁死谁就得死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小姐姐 你知不知道当什么官 不仅不领工资 而且还要自操药包呢 西游光啊 哎呀 哈哈哈哈 那你知不知道 什么东西生的不能吃 熟的也不能吃 但是可以边烤边吃呢 香烟 哎呀 哈哈哈哈 那我也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 童话公司里面谁最专情 呃 白雪公主 不对 小矮人 那是谁啊 美人鱼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劈腿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问你啊 哈哈 你从凳子上装起来打一种药材 呃 灵芝 不对 是枸杞啊 哈哈哈哈 小姐姐 能扛你个脑筋计刀吗 等一下今天还是我扛你吧 行吧 一辆汽车有几个轮胎 四个呀 不对是五个 哦 我知道了 还有一个备胎对不对 哈哈哈 可以啊 那当然 然后这辆车行驶在路上 他一到了一个坑啊 掉了一个 请问还剩几个人 还剩四个 不对是五个 为什么 因为我刚说的是 灯掉了一个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传说 有一个王大爷 从前面看 他有三根头发 从后面看他有两根头发 请问 他究竟有几根头发呢 呃 五根 不对是零根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头发被揪进了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你看啥 我看你咋啦 你看你大爷 我就看我大爷怎么了 大爷 哎 大爷 哎 就不要 伯远快快 把你们店最贵的两个酒做了 来 给你 这个 你这个 还没点 你还没买单呢 我大爷在买什么单 大爷在哪 大爷 哎 我 你好 你哥三个两千吧 我们两个人说办法两千吗 还有你大紫密来一桌 大紫密来一桌 大哥 懵了吧 老瓜子是不是光伯 这年轻人 我怕 啊 啊 啊 对 Disney的而知 虜 母 虜 天荫 萧 虜 相 ahahach vraag 男 except ah Tax 还 仇 as もし 我请你站住我冰的热气 风雨飞风潮流暖度 啊啊 师傅 流停机场去不去啊 去啊 那多少钱 一百块钱吧 那五十行不行啊 没有你这样砍价的 不都对半砍吗 嗯 那你诚心问吧 师傅 流停机场去吗 去去去 多少钱 收你二百块钱吧 那一百行不行 行行行 上了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刚才是倒戏给骂起来了 你太聪明了 你是留我电话哈 嗯 人家又从北京来干过来了 那你就去北京呀 这样他就干不到命了呀 哎呀 你真聪明 老板 我回来了 我从老家你带着土地产 大额头 好吃吗 好吃啊 老板我能问你个事吗 嗯 哎 你怎么不出男朋友啊 不想 哦 哎 老板那如果你出男朋友之后 你男朋友出轨来 你能怎么办呢 出轨 啊 当然是想得原谅他呀 当然是 老板你先忙啊 嗯 你先忙啊 啊 哈哈哈哈 哦 亲爱的你咋裁下来啊 乖 谁对我不想吃 你拉过哪个女的 女的挺胖啊 呀 化妆镜都没收起来呢 没有口红呢 没有口红呢 这个颜色 突然不得像吃了爸爸似的 嘴唇还挺大 我们这老是 说 拿谁啊 嗯 我妈 嘿 我买个西瓜 这是什么西瓜呀 不买 我买个西瓜 掉了 我买了 我买了 一 我买了 你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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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 我买了 一 二 二 三 三 一 记得关注再走哦